今日,潘长江老师要上春晚的消息,被传得沸沸扬扬,很多网友都对这位老艺术家表示了期待,但其中有些网友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,有网友喊话潘长江老师,趁,求求你今年不要上春晚好不好,我看法你的小品了。 而潘长江老师也是转发回应了该网友,谢谢您,尽量吧,我能不上尽量不上,如果春晚去祖飞让我上的话,只能麻烦您不看春晚就不烦了。 而今天潘长江老师的女儿潘阳发文回应,相比于潘长江的委婉回队,潘阳则是直接正面露骂,喷子们去干地儿正事儿吧,把时间都花在喷笨上真的很浪费生命,这样的他实在是太刚了。 网友们对此事论纷纷,大家都是站在潘长江老师和潘阳都这边,永远支持潘长江老师,潘叔要不上春晚,那就真没看头了,一定要上春晚,气死他把气回队,喜欢你们一家,满满正能量。 潘长江从1989年开始,独自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,他表演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,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